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来到恩典频道 今天来到了淡水 要看Google要推荐哪些好吃的美食 之前靠Google吃到不少好吃的美食 所以今天就再一次寻找4颗星以上的小吃 我們就一起出發吧 第一家來到了好好食廣東藏粉 它在Google上面是拿到4.6顆心 因為人有點多 所以我直接外帶了一份鮮蝦藏粉 那從牆上看到老闆娘原來是來自於香港的 所以感覺應該可以吃到蠻道地的藏粉 可以看到它這裡蝦還蠻大顆的 它的藏粉跟一般看到的蝦藏粉不太一樣 它是藏粉裡面還有加蛋跟蔬菜的 所以淋上的醬油還可以搭配辣椒醬 我們就來吃看看吧 它的藏粉蠻特別的 尤其搭配的那個蛋整個融入藏粉味道非常的好 我會說它的藏粉也算是蠻滑嫩的 蝦跟蔬菜吃起來也非常的新鮮 它醬油淋在上面呢非常的入味 反而會有一點鹹的一點 如果敢吃辣的呢 我會說再搭配一點辣椒醬 多了一個層次的口味 非常的好吃 接著來到富瑋豆花 它在Google上面是402顆心 它的特色應該在於它有四種口味的豆花 分別是原味、可可、布丁和杏仁 那我就直接拿著一個招牌豆花裡面 配芋圓所以四種口味都吃得到 我們就來吃看看 哇!可以吃到四種口味的豆花 還蠻特別的 除了原味之外呢 其他都有淡淡的一個香氣 我會說 比較驚艷的應該是它的可可豆花 因為可以吃到微微的巧克力味 那我不會說它 這種不同口味的豆花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而是比較會有一個淡淡的香氣加入在裡面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它的芋圓有一點點偏硬 而沒有那個芋圓有的豬肚 但豬肚之外呢 還蠻好吃的 下一家來到了報家餡餅 Google上面4.6顆心 剛剛排了好長的隊 才終於買到了一個韭菜得住 感覺排了那麼久 應該要好吃 我們就來吃看看 完全充滿韭菜的香氣 再搭配它Q嫩的粉絲 味道非常的好 只是有點可惜 感覺它匹配更酥脆 然後吃起來有一點點的油膩 但是它味道呢 我會說是比較清淡一點的 所以這一點我還蠻喜歡的 剛剛在排韭菜盒子的時候 剛好看到旁邊是一家賣車輪餅的 所以就買了一個地瓜車輪餅來吃看看 它地瓜味呢 非常的濃郁也非常的香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紫袋子放的 有一點酒 感覺已經少了那一種脆度 但是它皮還是有一點點的Q彈度 味道感覺是還OK啦 最後來到了木像館餐廳 它的皮果上面是4.5顆心 配合這個餐廳的感覺非常有特色 就是有一個紫袋子的感覺 如果就在沖縫那裡呢 還可以看到潛水的景色 它它的一個特色呢 就是每天是可以再重溺的 拿到看了菜單之後呢 換上他們的具備一道叫 珍珠麻蝶凍飯 聽起來非常有趣 它上面是更大 還有搭配非常珍珠 所以感覺吃起來還蠻有特色的 它這一道吃起來還蠻特別的 那我會說如果單吃的話呢 它的黑糖珍珠就是甜甜的 有黑糖的香氣 然後非常的Q彌 它的飯畢竟是燉飯 所以這個就是畢立通明 但是也是可以吃到飯的口感 還有搭配起司味 它的豬肉呢外面是炒的酥脆 但是裡面有一點點的柴 可是這一點還蠻可惜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三樣搭配在一起呢 它口感真的意外的還不錯 蒸豬肉完全會讓豬肉吃起來 沒有那麼的柴 然後再搭配它的飯 算是有一點濕潤度的 整個口感呢就是有Q彈 又有濕潤 那鹹鹹甜甜的 全部放在一起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 試吃Google推薦的美食 這一次Google也沒有讓我失望 這些四顆星底燦的小吃 味道也都還算不錯 算是十分之上 我會說那我最驚艷的應該就是 就揮一個珍珠拿鐵粽蛋 對 聽到這個名字就覺得非常的特別 你也沒想到 其實它整個搭配在一起 口感還算不錯 有喜歡吃鹹甜的料理 或是想要挑戰創意料理 真的可以考慮來吃看看 喜歡的人請訂閱 按讚開啟小鈴鐺 別忘了分享喔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WE